本节目由爱奇音乐榜投票神器爱奇视频APP真爱播出 完美是这样的意义宝贯 让你去胡想你 无能听哦 欢迎许慧周快跟爱奇音乐榜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许慧周 OK那今天其实做快乐节目当中来也是有福利要带给大家 那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你觉得你自己最帅的瞬间是什么 最帅的瞬间 弹吉他的时候 弹吉他的时候也帅 那当然粉丝肯定觉得不只是这样了 好像那粉丝心中你应该每一刻都很帅吧 所以说今天我们节目的福利要送给大家的就是 看节目的同时你可以截屏 你认为许慧周最帅的那个瞬间 然后at爱奇音乐 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独家礼物 而且这个礼物我刚刚看了一下 你确定吗 你可以送出这个礼物吗 什么礼物啊 就是这个礼物的名字叫 偶像叫你起床 偶像喊你接电话 就是会让你录制一下叫粉丝起床的音频啊 然后来电提醒的音频啊 然后对幸运的粉丝就会收到这个音频了 然后随意使用好吗 会不会到时候被粉丝结完了之后 整个节目就不用看了一个连环画 全部就是每一帧都结下来 然后我们的微博就会at到爆 欢迎你们来at我们好吗 说不定幸运的那个粉丝就是你们啦 好了你知道你自己 最近人气真的超级高真实吗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 好了那你知道为什么粉丝都爱你吗 你觉得他们是爱你哪个点 因为我爱他们所以他们爱我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你的粉丝 然后听说说今天你要来录制我们节目就疯狂地跟我安利你 说你是有才华的全能过一 就是真的是全能 又会唱歌 rap 拉丁姓许弹吉他做饭就什么都会 各种身份 做饭也会 做饭其实做的还行吧 因为是我外婆教我的 自己最擅长的菜是 擅长的是咖喱牛肉 蛮好吃的这道菜 那你自己在这么多的身份里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身份 哪个身份让你觉得你最舒服 其实在尝试不同的方向的时候 像做演员的时候 做演员的时候有演戏带来的快乐 因为塑造一个角色 然后能和自己平时不一样 然后唱歌的时候 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又是不一样 然后又能展现出另一面自己 其实这个方面各个角度都喜欢 每一个身份都很喜欢 不抗拒任何的尝试 对 那其实还有一个称谓很有意思 叫做金属波影 蒙系少年 那蒙系少年很明显 就是因为刚刚在说话的时候 就一直各种 骂我们各种可爱 但是金属波影是什么意思 金属波影 其实是因为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然后组过一支金属乐队 然后被我的粉丝们知道了 然后他们就说我是金属波影 就是有一个摇滚小青年的心 对 以前是个摇滚青年 但是你看上去很乖 是吗 那你自己觉得你乖和摇滚 你自己私下更是哪一面 我觉得摇滚吧 是一种精神 我现在就是融入在我的内心 然后外表乖乖的 内心却很摇滚 那你会有叛逆的时候吗 叛逆的时候啊 叛逆时期我感觉已经过了 现在已经是误入了一个成熟的男人 然后已经分散了 那你叛逆的时候是怎样的 叛逆的时候 有上学的时候 做过什么事 逃课啊 然后翻墙出去 然后打游戏 就比较叛逆 那你不乖的时候 你会比较听谁的话 谁就是来跟你讲道理啊 或什么你比较听得进去 妈妈吧 妈妈爸爸 妈妈爸爸 他们会平常怎么教你 怎么说 他们就是会告诉我 逃课了怎么办 今天逃课被妈妈发现了 他会跟我说 我早上不去送你去上学了吧 怎么老是说你不在教室里面 然后呢 然后你怎么回答 然后我就会特别慌 因为我是在逃出去玩了 然后呢 你会诚实地跟妈妈说吗 还是怎样 我会诚实地她说 然后她会打骂我一次 不会打吗 不会打 那还是很温柔的妈妈耶 是 但是她的嘴炮技能max 比如说最狠的 被骂过最惨 每次 我一般就 有时候她骂我 我就 这个耳朵经 这个耳朵就 发发的出来 她就 好可爱呀 我觉得一家都可爱 可爱也是可以遗传的 是吗 好了 那第一趴我们先聊到这里 稍后我们再来跟徐渭州 好好的来聊一聊 首先呢 也要提徐渭州 我们揭晓一下本周的榜单情况了 那首先呢 跟大家通报一下哈 本周我们一共是获得了 67万7千8百49票 感谢粉丝们对爱情乐榜的支持 谢谢 谢谢你们 好了那接下来就要请徐渭州 小周周我们揭晓一下十到七位 好吧 OK 第十位是 票数是 我说吗 对 票数是 67万7千8百49 是SG Wannabe的 让我们相爱 他获得了54.32分 恭喜 第九位 第九位是 周比唱 BB Talk About Love 获得分数是 55分 恭喜 第八位 第八位是 Mad Clown 是吗 是这么念吗 是是是 对没有说 你没有念错 呃 Manic Long和 金纳英 歌曲是 Once Again 得分是 56.6分 好的 那第七位呢 第七位是 Ten Punch Everytime 58.68分 好的 恭喜以上的代榜歌曲了 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 送给你们 爱情乐榜 我是亚金 我是许卫州 哇 我真的压力很大 这一期节目 因为就是会 时时刻刻 都有人在截屏 然后我之前你知道 他们截屏的时候 因为粉丝就是很爱偶像嘛 然后自己的 自己的偶像 很帅的那个瞬间 然后往往我在旁边 我看到就是那种 就是每一个 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表情 所以能不能 各位许卫州的粉丝们 稍微仁慈一点哦 在截你偶像的时候 也不要抱歉 太丑哦 好啦好啦 OK 那我们接下来 要继续聊聊卡 那刚刚聊到说 许卫州是 有着摇滚少年的灵魂 但是呢 你好像在大学的时候 又学的是 戏曲专业 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考的那个学校呢 是中国戏曲学院 然后呢 那个戏别呢 是导演戏 学的专业呢 又是影视表演专业 全能播 其实多多少少 也会接触一点戏曲 方便的东西 对 因为学校里面 这个氛围 耳熏木染嘛 所谓的同学 你能看着那个戏曲学院 我们学校虽然不大 但是大家呢 骑人的电瓶车 三个人三个同学 这个拿着那个音乐刀 这也拿着两个流星锤 这也拿着一个打砍刀 你就看到三个人 骑着那个电瓶车就出去了 一看就戏曲学院 你们学校好危险呢 那是那木质 就假的假的 不要怕好吗 大家也可以多去学校 感受一下 其实大家是去上课 不是去打瞎子 那OK啦 那你既然自己刚刚说的 你其实也有耳熟木染 学到一点点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 小小的来展示一下 在戏曲方面 你变得到了什么技能 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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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就是 雲首啊 就是一些小的 身段的 对 小的身段 那可以简单的 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吗 等于我们给你表演戏曲 没有 我独家耶 快点 截图来 看过来 我怕我表演被我老师骂 没关系啊 可是功夫还没学到家呢 没关系 简单的展示一下 小小的雲首 OK 脚步就不走了 走一走很容易出去 最后那个回头的眼神是要怎样 眼神 展头 定睛 就是一定要很定的定住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刚才那个瞬间应该也没有少被截图 很可能这样 头发就甩得起不飞扬的时候 就被大家截下来了 OK好 那其实刚刚也展现出了反差的魅力 但是说到这个反差魅力 有一个也是蛮反差的 就是你看起来乖乖的 可爱可爱的 但是我好像你有一次在巴沙拍摄的时候 让你普通Disco了一下 是吗 对对对 有这个环节 有这个环节 那其实很多粉丝都很喜欢偶像的反差魅力 就看起来 哇 巨帅 很高冷的一个男孩站在那个地方 但是一开口一说话一表演 又很可爱很精明 这个往往很能够圈粉 所以要不要今天在节目里来展示一下你的反差魅力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普通Disco的音乐了 就等着你来了 好吗 好 OK好 哇 真的很棒 人很nice 有球并 好的来 我们准备一下 许位周版的普通Disco Let's go 看我们的肢体来补充一下 看我们的肢体来补充一下 那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 我感觉这是我唱的最走掉的歌 最走掉的意思 好 没有关系 OKOK啦 魅力到这里好吗 也不能够展示太多 就测漏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 怎么样 刚刚呢 这个表演 自己打几分 零分啊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打 蛮可爱的啊 我觉得现在弹幕上 应该就是一片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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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了 这种 好了 还是蛮可爱的 但是因为刚刚是 在唱别人的歌嘛 在做对口型的表演嘛 但是其实学了之后 有很多自己的音乐 自己的作品 自己的歌 所以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我最新一张专辑呢 是在五月初 五月初发行 然后现在是有几首歌 里面的风格呢 是比较多元化的 有pop 有rock 还有rap 大多数是自己创作是吗 对 大多数是自己创作 还有我朋友和我一块创作 一体创作 对对对 OK那接下来呢 还会有继续发的打算吗 会有几首 可以简单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接下来的创作计划 现在已经是在上周 把最后一首歌已经录完了 现在在做最后的缩滚 对然后专辑的话会尽快的发行 第一场的见面会 金兽见面会会在北京 哦在北京哦 北京的粉丝朋友们有福啦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许位周的签售见面会 那马上他的新的作品 也要面试了 大家也要来多多支持好不好 谢谢 好了那接下来也要请许位周 我们继续揭晓本周的榜单情况了 六到四位的榜单情况 第六位 K Will 说什么 60.16分 好的恭喜 第五位 第五位是杨阳和同铁金 父子 61.29分 恭喜 第四位 第四位是哲歌 张信泽 I believe 65.21分 好的 恭喜以上的在榜歌曲 依旧是一首好新的歌 送给你们 那这里依旧是正当你直播的爱情乐榜 我是雅琴 我是许位周 OK啦 那其实接下来这个环节 应该也算得上是福利环节了 因为这个问题呢 都是我们在网络上 征集粉丝 他们心中最想向你问的问题 然后我们在现场来为他们答疑解误一下 OK 好的 那准备好了 我们一共有八个问题 第一题 这个问题有点 你在学校的时候 去公共浴室洗澡吗 洗啊 我们学校就只有公共浴室 没有那个单间 所以只能去公共浴室 是洗澡 那会不好意思 我还想 你能生在公共浴室洗澡什么也很大 坦诚相待嘛 大家就是会互相闹吗 比方说就是打闹 因为人生本来就算打闹 会会会 然后我们还会 一块去浴室唱歌 唱那个情歌王 情歌王 对 我们基本都是一个寝室四个人 去那个浴室唱完整首的情歌王 然后就刚好洗完 对 不是 哪怕是洗完了还在那唱 就在那里 大家一块唱完唱完再走 就硬要唱完 好啦 所以说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洗澡的时候保留吗 手做的 嗯 太长了 洗太久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大概已经估测出了许惠舟的洗澡时间 好吗 你自己算一下 大家分思问 好啦 第二个问题 你曾经当过什么课的课代表呢 体育课代表 哦 体育很强 对 我以前体育比较在好 比如说擅长什么样子的运动 擅长 滑龙中 擅长各类球类运动 球类 什么篮球呀 呃 冰棒球啊 羽毛球啊 手球啊 足球也还行 然后 有啥球都行吧 就是大大小小的球类运动 对 没有不在 嗯 好像差不多 你不用先洗 你不用先洗好吗 我的话就放在这了 那你打球的时候会有女生围观吗 看吗 嗯 有 篮球应该会吧 篮球有 然后有 篮球的时候就是有女生会坐在旁边嘛 因为上体育课的时候 然后就是女生一般都不太那个运动 对 喜欢坐在边上 就是看别人 对 我们以前打球的时候啊 就女生一坐在边上 嗯 然后就一下子就 精气神马上就上来了 各种展现自己 各种抢战 各种偷懒 我就瞬间就一定要帅才行 哦 还有这个 女生还有这个神奇的力量哈 OK 那接下来下一道题 你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吗 这个真的是亲妈粉 嗯 最喜欢吃的菜呀 比较喜欢吃妈妈烧的菜 妈妈 就比较家常菜 嗯 半截炒蛋 然后我妈的咖喱牛肉 不同版本 对对对 然后还有 黄瓜 就是拌黄瓜 比较简单 你很好满足耶 嗯 就不需要吃什么大菜 对啊 很好养 很好养 我真的 而且很健康啊 这些菜难怪身材保持的正吗 好 又喜欢运动 吃的菜又很健康 大家也要多向第一的偶像学期 好不好 你知道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健康生活是很重要的 好吗 好 好 好 来 第四题 这个跟音乐有关了 除了吉他还会弹哪一种乐器 还会弹贝斯 贝斯 对 因为吉他和贝斯其实不分家 差不多 因为它其实是四根弦 然后把下面那两根高音的弦去掉了 会不会弹钢琴呢 我粉丝想知道 钢琴弹的一般般 我就只会和弦 但是你知道粉丝问你会不会弹钢琴 就不是问你会不会弹钢琴 他们就是想看你你知道钢琴王子弹钢琴那个很帅的样子 我会好好去再学一学的 就是帅就够了呀 用什么会弹钢琴呢 对不对 好了 那平时学写曲子的时候是自己用吉他吗 对 我一般都是用吉他写曲子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找到灵感 因为吉他也比较随性 有的时候我弹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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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灵感一下来了 哼着哼着就一下有这个弦音出来 然后洗澡的时候 所以你就一首歌就出来了 洗澡的时候那当然不不好唱 好了 那下一题 下一题 在问问题之前 假设你手上有个手机好了 来自拍一下 自拍会摆什么 自己就带了 真的是好嘉宾呢 来来来吧 自拍一下什么样子 好冰啊 就这样啊 对 他们说我那次拍都一直是一个动作 对啊 就是触头 一个小 就头永远是这样 就往这边偏 但是这样不帅吗 我觉得这样 帅是帅 但你知道大家希望看你花式帅 那姐姐有什么拍摄的自拍方法 我还真的就是女生自拍还真的就不一样 女生自拍我拍出来可能男生不太适应了 因为我真的就是恨不得让人从四楼给我拍下来 就直接走 就脸巨尖无比那种 那这样好了 那下次大家吐槽你有什么感想呢 因为你也知道啊 大家老是吐槽的 对 我会 发表一下吐槽感言 大家好 我是那个不太会自拍的许卫州 然后呢 我会继续努力 大家然后有什么自拍呢 有个角度 发给我看看 我就多参考参考 多专业专业 这一项技术 好的 那大家也可以多在 许卫州的微博底下留言 告诉他 你们想看他什么角度的自拍 对不对 OK 好啦 那下一道题哈 接下来的主要行程是什么 接下来的主要行程呢 是就是专辑嘛 尽快把专辑制作品出来 然后提上日程 然后办那个 节面全场会 和大家见面 福利送给你们 那拍戏和全球之内 是想的 暂时还在谈嘛 戏约的话还在谈 最新的话因为想 这个月就把那个专辑啊 然后见面会啊 把这些事情都给用心去做 然后办好了 然后再去演戏 那如果说演戏的话 想要什么样的决策 剩下的 新的挑战 我觉得 就跟我自己形象比较符合吧 什么样子的呢 你们觉得我什么样子的 在你心中 你自己形象比较符合是怎样 阳光 参喜 可爱 就和我自己能 我进入无法反驳 一般这个时候 我就会进入我的吐槽模式了 但是有许惠舟说出来 我竟然有一点无力反驳 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了 那下面一道题 这道题我很好奇 粉丝你们怎么知道的 真的是 粉丝说你身上有无知香味 有吗 我不敢 你这样吃怪 让我无论粉丝打吧 是不是我一想 真的有 是吗 这是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为什么会有什么香味 我闻不出 自己是保养的 说香水啊 平常出门之前会喷香水还是怎样 应该是香水吧 应该是香水 我可能就喷在哪下香水 所以出门之前会有喷香水 对 如果有空的话 有的时候即时出门 然后也会忘记喷香水 香水 就不问你是小孩子 你知道我们节目广告是很贵的 好了好了 最后一道题 就是周周画的猫猫logo可以授权给白周做绘服吗 就是没有把那个图打出来 看得见吗 这个猫咪的那个就是衣服啊 会在我专辑当中有一个豪华版 会一块送给大家的 豪华版的意思是 大家不要急 水晶香钻那种全身讨厌 二十四K 一百万 纯金打造 是这样吗 当然没有纯金打造 这是满满的爱 满满的诚意送给你们啦 粉丝来说最贵重的礼物 其实也不一定要说是 这个专辑 就这个衣服它真的有多贵 要是说有你自己 亲手画的福安啊 你的心意在上面啊 所以说呢 给他们做绘服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暂时先搁置一下来 买你的专辑 对不对 里面会有你 做好的成品来送给大家 对对对 好的 那大家也要多多关注 他的专辑 他的作品啦 好了 以上的八个问题就全部完了 都是我们精气当中 挑选出来粉丝们想起的问题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再次 add我们的爱奇艺音乐的微博 也可以到雪卫州的微博 下去留言啦 更多的解答 期待未来 好不好 好了 那接下来就要请你继续为我们 描晓我们的榜单情况 OK 当然一味的歌曲 第三名 伊美来 Always 65.68分 第二名 第二名是 SNH48 李一同黄群庆的夜捷 75.64分 冠军歌曲 和上一名差了十分了 真的也蛮厉害的 冠军歌曲来自 也是SNH48 原动力 78.97分 SNH48一直以来在榜单上的情况都非常的不错 所以谢谢SNH48的粉丝朋友们啦 那其他的一些你的偶像没有在榜单上的 或者是名次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理想的 也不要着急 这什么意思 按摩什么 胸口痛 胸口 心痛 心痛 好了好了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各位粉丝朋友们知道你们的偶像是什么意思了吧 赶快来为他打榜一下好不好 一首好心的歌曲送给你们 比了 恭喜上榜的各位了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偶像别脑环节了 那在此之前要问许卫中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的穿搭秘籍是什么 我的穿搭秘籍啊 其实没有秘籍 我穿搭就是 简单 舒服 你知道你今天到化妆间的时候 我一推开门 我说我看你穿成这样 我就想说 那可能是私服吧 就是一会上节目会 换一件比较闪亮 的衣服 然后你待会刚才推开演播 是大门进来 还是这一位 有一点惊讶 但是就是朴素 简单 舒服 对不对 就人帅 就是身材又好 就是穿什么都好看 没有啦 我觉得穿搭秘籍 真的就是这样子吧 就是身材好 怎么穿都好看 那其实现在因为春季嘛 也算是韩团的一个回归季 那今天的偶像别闹环节 也是为你们来盘点了一下 那些身材好 颜值高 又有才华的姐姐们 他们的舞台表现 你们的截图都写好了吗 妈 我刚刚跟你发微信 让你给我截的那份 你好了吗 好了好了 OK 那最后也要再来宣传一下 自己的新的作品 还有什么时候会有机会 让等级们见到你 谢谢 我的最新的专辑呢 会在五月初发行 然后呢 会先在网上预售 然后最快的见面会 会是在 也是在五月初吧 应该 然后会在北京 第一场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月 你应该会很忙的 不过五月初正好赶上五一加七啊什么的 大家应该都有时间过来看 虽然没有时间 我知道你也会抽出时间 一定要来哦 好了好了 那欢迎许位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也期待下一期大风景见面啦 谢谢 下次再见 下周一不见不散咯 拜拜 这是拌黄瓜 比较简单 你很好满足 就不需要吃什么大菜 对啊 很好养 很好养 而且很健康啊 这些菜难怪身材保持得正 又喜欢运动 吃的菜又很健康 大家也要多向低的偶像学期 好不好 你知道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健康生活是很重要的 好吗 OK来第四题 这个跟音乐有关咯 除了吉他还会弹哪一种乐器 还会弹贝斯 贝斯 对 因为吉他和贝斯其实不分家 差不多 因为它其实是四根弦 然后把下面那两根高音的弦去掉 会不会弹钢琴呢 和粉丝想知道 钢琴弹的一般般 我就只会和弦 但是你知道粉丝问你会不会弹钢琴 就不是问你会不会弹钢琴 他们就是想看你 你知道钢琴王子弹钢琴那个很帅的样子 我会好好去再学一学的 就是帅就够了呀 用什么会弹钢琴呢 对不对 那平时学写曲子的时候是自己用吉他吗 我一般都是用吉他写曲子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找到灵感 因为吉他也比较随性 有的时候我弹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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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灵感一下来了 哼着哼着 就一下有这个旋律出来 然后洗澡的时候说的一首歌就出来了 洗澡的时候当然不是不好听 好了 那下一题 下一题 在问问题之前 假设你手上有个手机好了 来自拍一下 自拍会摆什么 自己就带了 真的是好嘉宾的 来来来吧 自拍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好听啊 就这样啊 对 他们说我那自拍都一直是一个动作 对啊 就是触头 一个角度 这头永远是这样 就往这边偏一眼 但是这样不帅吗 我觉得这样挺 帅是帅 但是你知道大家希望看你花式帅 那姐姐有什么拍摄的自拍方法 我还真的就是女生自拍还真的就不一样 女生自拍我拍出来可能 男生不太适应了 因为我真的就是恨不得让人从四楼跟我拍下来 就那个仰角 就直接四楼嗨 就是脸巨尖无比那种 好 那这样好了 那下次大家吐槽你有什么感想呢 因为你也知道啊 大家老是吐槽的 对 我会 发表一下吐槽感觉 大家好 我是那个不太会自拍的许位周 然后呢我会继续努力 大家然后有什么自拍的 有个角度 发给我看看 我就多参考参考 多专业专业 这一项技术 好的 那大家也可以多在许位周的微博底下留言 告诉他 你们想看他什么角度的自拍 对不对 OK 好啦 那下一道题哈 接下来的主要行程是什么 哦 呃 接下来主要行程呢 是就是专辑嘛 尽快把专辑制作品出来 然后提上日程 然后办那个 演示见面全场会 和大家见面 福利送给你 那拍戏和专辑之内 不想 呃 暂时还在谈嘛 戏约的话还在谈 最新的话 因为想这个月就把那个 专辑啊 然后 呃 见面会啊 把这些事情都给用心去做 然后办好了 然后再去演戏 哦 那如果说演戏的话 想要什么样的角度 剩下的 新的挑战 我觉得 就跟我自己的形象比较符合吧 哦 什么样的 什么样子的呢 嗯 你们觉得我什么样的不真 哈哈哈哈 在你心中你自己形象比较符合是怎样 呃 阳光 赛喜 可爱 呃 就和我自己能比较 能下一个角色 我竟无法反驳 一般这个时候我就会 进入我的吐槽模式了 但是 由许惠舟说出来 我竟然有一点无力反驳 这是怎么回事呢 哈哈 好啦那下面一道题哈 这道题我很好奇粉丝你们怎么知道的 真的是 粉丝说你身上有牛脂香味 有吗 哎我不敢 哎你这样吃怪 让我无论粉丝打 一个摇滚小青年的心 对以前是个摇滚青年 但是你看上去很乖啊 是吗 哈哈 但你自己觉得你乖和摇滚 你自己私下更是哪一面 我觉得摇滚吧 是一种精神 我现在就是融入在我的内心 然后外表乖乖的 内心却很摇滚 那你会有叛逆的时候吗 叛逆的时候啊 叛逆的时候啊 叛逆时期我感觉已过 现在已经是 误入一个成熟的男人 然后 已经分散了 那你叛逆的时候是怎样的 叛逆的时候 有上学的时候 嗯 做过什么事 逃课啊 然后翻墙出去 然后打游戏 就比较叛逆 那你不乖的时候 你会比较听谁的话 谁就是来跟你讲道理啊 或什么你比较听得进去 嗯 妈妈吧 妈妈爸爸 妈妈爸爸 他们会平常怎么教你怎么说 他们就是会告诉我 逃课了怎么办 今天逃课被妈妈发现了 他会跟我说 我早上不去送你去上学了吧 怎么老说你不在教室里面 然后呢 然后你怎么回答 然后我就会 特别慌 因为我其实在逃出去玩了 然后呢 你会诚实的跟妈妈说吗 还是怎样 我会诚实的她说 然后她会打骂我一顿 不会打吗 不会打 哦 那还是很温柔的妈妈耶 是 但是她的嘴炮技能max 比如说最狠的 被骂过最惨 哪一次 我一般就 有时候她骂我 我就 这个耳朵 这个耳朵就 他就 好可爱啊 我觉得一家都可爱 可爱也是可以遗传的是吗 好啦 那第一趴我们先聊到这里 稍后我们再来跟许维舟 好好的来聊一聊 首先呢 也要请许维舟 我们揭晓一下本周的榜单情况了 那首先呢 跟大家通报一下哈 本周我们一共是获得了 677,849票 感谢粉丝们对爱情乐榜的支持 谢谢 谢谢你们 好啦 那接下来就要请许个周小 周周我们揭晓一下十到七位 好吧 OK 第十位是 曼克朗和 金娜英 歌曲是 《Once Again》 得分是 56.6分 好的 那第七位呢 第七位是 陈胖 EVERY TIME 你看在偶像的时候也不要爆紧的太丑哦 好啦好啦 OK 那我们接下来也要继续聊聊看 那刚刚聊到说许多一周是 有着摇滚少年的灵魂 但是你好像在大学的时候 又学的是戏曲专业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考的那个学校 是中国戏剧学院 然后那个戏别是导演戏 学的专业又是影视表演专业 全能过瘾 其实多多少少也会接触一点戏曲 因为学校里面这个氛围耳熏木染 接下来还会有继续发的打算吗 会有几首可以简单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接下来的创作计划 现在已经是在上周 把最后一首歌已经录完了 现在在做最后的缩滚 然后专辑的话会尽快的发行 第一场的见面会 见售见面会会在北京 在北京哦 北京的粉丝朋友们有福啦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许位周的千寿见面会 那马上的新的作品也要面试了 大家也要来多多支持好不好 谢谢 好啦那接下来也要请许位周 我们继续揭晓本周的榜单情况了 六到四位的榜单情况 第六位 K Will说什么 嗯 60.16分 好的恭喜 第五位 第五位是杨阳和同铁星父子 61.29分 恭喜第四位 第四位是哲歌张兴哲 I believe 65.21分 好的恭喜以上的带榜歌曲 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送给你们 那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情乐吧 我是亚青 我是许位周 OK啦那其实接下来这个环节 应该也算得上是福利环节了 因为这个问题呢都是我们在网络上征集粉丝他们心中最想向你问的问题 然后我们在现场来为他们答疑解误一下 OK 好的那准备好了哈 我们一共有八个问题 第一题 这个问题有点 你在学校的时候去公共浴室洗澡吗 洗啊 我们学校就只有公共浴室没有那个单尖 所以只能去公共浴室洗澡 那会不好意思我还想问 您生在公共浴室洗澡什么样的打 坦诚相待嘛 大家就是会互相闹吗 比方说就是打闹 对会会会 对会会会 然后我们还会一块去浴室唱歌唱那个《情歌王》 《情歌王》 对我们基本都是一个寝室四个人去那个浴室唱完整首的《情歌王》 然后就刚好洗完 对不是哪怕是洗完了还在那唱 就在那零 大家一块唱完唱完再走 哦就硬要唱完 好了 所以说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洗澡时候要保留吗 手部的 嗯太长了 洗太久了是不是 好了我们大概已经估测出了许位中的洗澡时间好吗 你自己算一下大家的粉丝们 好了第二个问题 你曾经当过什么课的课代表吗 体育课代表 哦体育很强 对我以前体育比较在好 比如说擅长什么样子的运动 擅长 滑龙中 擅长各类球类运动 球类 什么篮球呀 蜂蜂球啊 羽毛球啊 手球啊 足球也还行 然后 蜂蜂球都行嘛 就是大大小小的球类运动 对 没有不在好球 嗯 好像差不多 你不用先洗 我的话就放在这了 那你打球的时候会有女生那么有围观吗 看吗 嗯 有有 篮球应该会吧 篮球有 篮球的时候就是有女生会坐在旁边 因为上体育课的时候 然后就是女生一般都不太那个运动 对 喜欢坐在边上 对 我们以前打球的时候啊 就女生一坐在边上 嗯 然后就一下子就 精气神马上就上来了 各种展现自己 各种抢战 各种偷懒 我就瞬间就一定要帅才行 哦 还有这个 女生还有这个神奇的力量哈 好 OK 那接下来下一道题 你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 这个真的是亲妈粉 嗯 最喜欢吃的菜呀 比较喜欢吃妈妈烧的菜 妈妈 就比较家常菜 嗯 烧蛋 然后我妈的咖喱牛肉 不同版本 对对对 然后还有 黄瓜的同学 你们看着那个戏剧学院 我们学校虽然不大 嗯 但是大家呢 骑着那电瓶车 嗯 三个人三个同学 这个拿着那个咽乐刀 这也拿着两个流星锤 这也拿着一个打砍刀 你就看着三个人 骑着那个电瓶车就出去了 一看就是戏剧学院 哦你们学校好危险啊 那是那木质 哦就假的假的 不要怕好吗 大家也可以多去学校感受一下 其实大家是去上课 不是去打瞎子 那OK啦 那你既然自己刚刚都说了 你其实也有耳濡目染 学到一点点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小小的来展示一下 在戏曲方面 你变得到了什么技能 呃 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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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就是 呃 云手啊 就是一些小的 身段的 对小的身段 那可以简单的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吗 好 等下我们给你表演戏曲 没有没有 我独家耶 快点截图来看过来 我怕我表演被我老师骂 没关系啊 我在功夫还没学到家呢 来简单 没关系简单的展示一下嘛 行 小小的云手 OK 嗯 可以 脚步就不走了啊 走一走很容易出去 哦 哎 就是最后那个回头的 还 眼神是要怎样 眼神 展投 定睛 哦 就是一定要很定的定住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刚才那个瞬间 应该也没有少自己截图 很可能你知道 哎 头发就甩得起不飞扬的时候 就被大家截下来了 OK 好 那其实刚刚也展现出了反差的魅力 但是说到这个反差魅力哈 嗯 有一个也是蛮反差的 就是你看起来乖乖的 可爱可爱的 但是我好像你有一次在巴沙拍摄的时候 让你普通Disco了一下是吗 哦 对对对 有这个环节 有这个环节哈 那其实很多粉丝都很喜欢偶像的反差魅力 就看起来哇巨帅哈 很高冷的一个男孩站在那个地方 但是呢 一开口一说话一表演又很可爱很精明 这个往往很能够圈粉 所以要不要今天在节目里也来展示一下你的反差魅力 哦 哈哈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普通Disco的音乐了 就等着你来了 好吗 好好 OK好 哇真的很棒耶 人很nice有球并 好的来 我们准备一下哈 许卫周版的普通Disco Let's go 前作有点长啊 前作有点长啊 看我们的肢体来补充一下 我感觉这是我唱的最走掉的歌 最走掉的一次哈 好没有关系 OKOK了 魅力到这里了 好吗 也不能够展示太多 就测漏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 怎么样 刚刚呢这个表演 可以自己打几分 零分啊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打 蛮可爱的啊 嗯 我觉得现在弹幕上应该就是一片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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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了 这种 好啦还是蛮可爱的 但是因为刚刚是在唱别人的歌嘛 在做对口型的表演嘛 但是其实许卫周有很多自己的音乐 自己的作品 自己的歌 嗯 所以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嗯 我最新一张专辑呢 是在五月初 五月初发行 然后现在是有七首歌 里面的风格呢 是比较多元化的 嗯 有pop 有rock 还有rap 大多数是自己创作是吗 对 大多数是自己创作的 还有我朋友和我一块创作 一体创作 对对对对 好的那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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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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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他们爱我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你的粉丝 听说说今天你要来录制我们节目 就疯狂地跟我安利你 说你是有才华的全能过瘾 就是真的是全能 又会唱歌 rap 拉丁 信许 弹吉他 做饭就什么都会 各种身份 做饭也会 做饭其实做的还行 因为是我外婆教我的 自己最擅长的菜是 擅长的是咖喱牛肉 蛮好吃的这道菜 那你自己带这么多的身份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身份 哪个身份让你觉得最舒服 其实在尝试不同的方向的时候 比如说做演员的时候 做演员的时候有演戏带来的快乐 因为塑造一个角色 然后能和自己平时不一样 然后唱歌的时候 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又是不一样 然后又能展现出另一面自己 其实这个方面各个角度都喜欢 每一个身份都很喜欢 不抗拒任何的尝试 那其实还有一个称谓很有意思 叫做金属博弈萌系少年 那萌系少年很明显 就是因为刚刚在说话的时候 就一直各种让你各种可爱 但是金属博弈是什么意思 金属博弈 其实是因为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组过一支金属乐队 然后被我的 粉丝们知道了 然后他们就说我是金属博弈 就是有